现在发现我站接力机遭敌强电池干扰 请迅速启用备用频率 走 这北腹地一场实战条件下的通讯组网演练刚刚打响 官兵们就遇到通讯中断 数据传输中断等突发情况 徐继刚立即带领通讯预备队前出处置 通过路由追踪技术锁定故障节点 重在网络参数 不到十分钟就恢复了数据传输 像这样的特勤不在常规的考核范围之内 想要快速地解决 对我们的综合业务能力 平时的经验的积累都有很高的要求 时尚环境无战不连无网不通 通讯体系组网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碎型任务时微波激励通信台站建立等难点 徐继刚强化基础科目训练 同时加强与其他专业的协同配合 战场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 如果平时不刻苦训练 战场就不可能做到训绩能通 全时不好通 制胜强底只能是凭空异想 集中精力多琢磨 琢磨透了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这是徐继刚常说的一句话 十几年来 徐继刚随部队多次上山下海开展装备效能试验 每次完成通信保障 没打不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写通信笔记 没写一篇笔记就是一次故障排除再分析 如今通信笔记已经累计上万字 真正成为汇集了新装备底数参数 实战练兵宝贵经验的通信宝典 徐继刚的蜕变也见证了这个旅的转型历程 近年来这个旅聚焦未来战场遂行使命 联合院校和友邻部队开展数项重担点攻关 根据不同作战进程 作战场景对用往需求的不同 广泛开展协同训练对抗训练 信息榜上能力不断取得突破 结合军事队伍结构重建 以战斗力需求为牵引 培养了一大批兵专家兵教头 接下来我们要全力跑出人才强军加速度 针对性抓好军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 实现人才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匹配 充分发挥好高级军事的示范带头作用